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两个突然间都要邀请我吃饭啊 千古 看什么呢 清水 你来得正好 朗哥哥邀请我 明天去他的皇宫别院出吃饭 你要不要去啊 你要不要去啊 要去要去 我当然要去了 哎 千古 你不打算去吗 我 我还有好多事呢 而且 最近朗哥哥身边跟了好多人 就连跟他说句话 都觉得各种不习惯 各种别扭 哎呀 千古啊 你真是没有见过大场面 这样怎么行呢 你要多锻炼锻炼 说得好像你见过似的 那当然啦 哎 你这是什么呀 哦 原来是东方大学士邀请你吃饭 所以你才不去孟大哥那儿的吧 那倒不是 东方呢 最近来得我玩 我懒得搭理他了 明天还要历练 早点休息吧 嗯 今天的任务是 你们每个人做一件自己愿意 和能做的事情 为当地乡里造福 但记住 不得使用仙术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好 分同行动 是是是 两边的花一般高啊 哦 知道了 哎 放这儿 哎 等会儿 把千古的位置放在我的旁边 是 下去吧 皇上 不可以 您是久武之尊 除了皇后 没有人可以跟你平起平坐 哎 我告诉你 千古她虽然现在不是皇后 但她很快就会是皇后了 与我 relação 皇上 有件事我不明白 您说您是皇上 想要个女人 一到圣旨她敢不从吗 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你不明白啊 嗯 谁让你是个五大三错的 鱼木疙瘩呢 你明白还得了 行了 你快去大门口帮我守着 只要千古一到 马上带她来见我 不明白我才问嘛 啊 是 就是这儿了 将军 我是来见皇上的 请点 糟了 出门着急 把帖子给落下了 将军 我出门着急 把帖子给忘了 我是皇上的师妹啊 我们昨天见过的 皇上师妹那么多 我也记不住啊 再说 你万一要是刺客冒充的呢 皇上的安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没有铁子不能进 将军 我没有翅膀 还不让我用仙术 但我可以爬进去啊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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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孟大哥 列将军 皇上 我师妹还没到吗 师妹 皇上说的是师妹啊 刚才有一个自称师妹的 可没带琴铁 被我给吓跑了 吓跑了 皇上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我觉得啊 师妹是假的 她是冒充刺客 你这脑袋里面 是不是装了浆糊啊 她是我师妹 怎么可能是刺客呢 可是她那个打扮她 你别可是了 你最好能好好地 把我师妹请回来 不然的话 有你好看 是 是 你怎么会有的 你怎么会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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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扶一下大安 醒了 谢谢了 谢谢你 古东 原来你在这儿啊 害得我在家一直苦苦等你 可急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 以为我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那个 改天再说吧 东风 这孩子得了急症 必须要尽快抓药肩服 来人 麻烦你去药房 尽快抓一副 拌下泄心汤给他 越快越好 是 放心吧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佛菩萨 谢谢谢谢你了 不用谢 不用谢 不用谢了 谢谢佛菩萨 你快起来吧 谢谢你 快起来 大家快来看哪 大夫给钱看病 小孩被真炸活了 快起来 快来看 快来看哪 神医 大夫给钱看病喽 东风 大夫给钱看病喽 你本来就没死好不好 免费的 快来 快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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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飞将军 院内找到一个刺客 刺客 还有刺客 是你呀 蛤找到你了 咋弄成这样呢 怎么弄的这是 将军 是在狗洞里抓到的 所以 所以 我所以这么处置 反正我见不到孟大哥 我已经心灰意冷了 姑娘 刚才都有冒犯 请恕罪 我现在就带您去见皇上 走 你 你说什么 带你见皇上 走走走 不行 我这样子怎么见孟大哥呀 没事 皇上不嫌弃你 你 你 你是 你 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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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不行 太脏了 不是 风筝补补 正木一更衣的 看不出来吗 列将军 你心思听这么一的吗 敬你一宫 谢皇上 东方啊东方 看你这回怎么说 老师您慢点 放心 来 给您拿去抓药吧 然后这个 你看 来 皇上 怎么样 皇上 是没到 真的 那快 等等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快快快 走走走走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了 孟大哥 其实我早就想来了 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想来见你 我 我就知道 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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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害怕 我伤害你 我只是想听你说一句实话 你 你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了 我也喜欢你 秦水 为什么是你啊 孟大哥 其实我喜欢你好久了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爱上你了 秦水 刚刚呢 是个误会 你别当真 现在游戏结束了 游戏 那不是游戏啊 我是真的认真的 秦水 我心中 我只喜欢 孟大哥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是喜欢千古吗 千古能算什么 我都可以做到啊 你以为你这样 我就能喜欢上你了 那你怎样才能喜欢上我啊 你说啊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只要你能爱上我 好吧 那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没有人能取代千古在我心中的位置 皇上 怎 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哪 谁让你请这个师妹了 我让你请那个师妹 那个师妹 哪个 皇上 花千古 我早就找到了 我以为你请的是这个师妹呢 所以我就 所以你就又误会了 是不是 啊 烈行云 我那个师妹现在人在哪儿呢 花千古在街头行医 庙数回春 药道病除 老百姓啊 都夸的是神医 你呀 赶紧帮我把千古师妹请回来 别再搞错了 这次要再搞错了 就直接回家卖白鼠吧 臣遵旨 等会儿 千古现在和谁在一起啊 皇上 这个皇上放心 大学是一直陪着她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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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心好痛啊 来来 叫御医 不用叫御医 你 你就给我 把千古师妹叫来就行了 你就告诉她 要是再不来的话 她就见不到朕了 是 我的心好痛啊 这个东方 好了 这是药方 拿去煎药吧 谢谢你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东方 谢谢你啊 谢我干什么 我要替这些老百姓 谢谢你才对啊 星星的大豆 哎 快大豆嘞 快豆嘞 星星的大豆 丽将军 江什么军啊 拿东西跟我走吧 皇上生病了 去跟我给皇上看病啊 皇 皇上什么病啊 皇上听说千古师妹在街头行医 你突然间就还心口痛 慌慌慌慌慌 东方 你怎么了 我正听皇上有病啊 我胸口疼 我头也疼 我快不行了 我快不行了 骨头 你别管我 快去 去 去皇上去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来 我扶你起来 我扶你起来 东方 你凑什么热闹 这时候 来不及了 来来来 我来陪你来 快 来来 你要干吗 丽将军 不不放下来啊 走走走 不放 哥哥 不放 你放下来啊 我 孟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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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水 你怎么又来了 我刚要出去 我就听到列将军大海 我看皇上病了 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列行云 没事 我的头好痛啊 就像要炸开了一样 孟大哥 你是因为我才病的吗 你不用内疚 我不会怪你的 对 清水啊 我这病 真的是因为你而起的 如果你再在我眼前 一直晃的话 那我这个病 就怕是再也好不了了 真的是因为我才这样的吗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这些 我这就走 这么快 清水妹妹 对不起了 只是我的心已经满了 没有位置再留给你 我现在对你越好 反而是在伤害你 启禀皇上 花仙谷到了 真的 人哪 快请进来啊 皇上 没事了 只要我千古师妹一到 我什么病都好了 快点啊 快去啊 今天怪事可真多啊 皇上时好时坏 大学士也跟皇上一样 等会儿 你刚刚说大学士他怎么了 回皇上 大学士他也病老了 正在门外 花坚谷正在照顾他呢 什么 皇上 皇上快点 我的头儿开始疼了 练性语言 小心点 皇上 小心点 皇上 皇上一定是忧心大学士 救病复发 别着急啊 来人 快请皇千古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 你快去看看皇上吧 朗哥哥 你怎么了 千古 我没事 你先去照顾大学士 你去啊 你去啊 我眼睛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我眼睛看不见了 你看得见我吗 看不见了 看得见我吗 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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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眼睛 千古 我嗓子好甜 我是不是要吐血了 吐血 我嗓子也好痛 我还看不见 我我身体好痛啊 好吧 把他们两栈搬到一起 我一并照顾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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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疼 哦 疼啊 疼啊 疼死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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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 哎呀 你們呢 並無大礙 得的 應該是富貴賓 嗯 但是七天 在家吃一副蟹藥 自然就會好起來了 啊 啊 哎 我 我 你們要是不相信我的準斷 那領請高明 哎哎不 不 那個 千古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兩個都聽你的 哎 對對對對對 千古 嗯 你們先好好休息一下 我去去救回 哦 哦 哦 清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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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 哎呦 我都疼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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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行了 人都走遠了 別裝了 哎呦 沒有皇上 我真的是病了 哎呦 得了吧你 哎呦 整日裡活蹦亂跳的 好好的怎麼突然就病了 這 自然是擔心皇上 你說皇上病了 做臣子的 恨不得以身相替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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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替 您那麼好 啊 嗯 你要是真對我忠心呢 嗯 你就放手 別再掺和我和花尖谷之間的事了 啊 啊 啊 這個 臣做不到 啊 好 好 那咱們就走著瞧 我可是為了千古 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臣也是 千古 你為什麼要給他們開藥啊 連我都看得出來 他們是在裝病 我知道 他們這樣鬧 那我就順水推舟了 可是 清水 你放心 不會有事的 我這麼做呢 一來是可以讓他們調理一下身體 二來 也是可以讓他們沒有力氣再這樣鬥下去了 千古 其實我看得出來 他們兩個人都喜歡你 不然 也不會為你吃盡苦頭的 我 我知道 千古 你告訴我 你究竟喜歡他們倆誰更多一點 清水 你放心吧 我會想辦法跟他們說清楚的 好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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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做夢吃了一枝烤鴨 一整枝啊全都是油 我好像還真的聞到烤鴨味兒來 好餓啊 幻覺吧 不是不是 來吧 都餓壞了吧 快吃吧 清水你太好了 好吃 好吃 你們慢點兒吃 好餓啊 這個藥呢 一天可以泄十次 泄清身體的毒 你們就可以好起來了 啊 十次 怎麼 我說的話你們不聽啊 不不不 聽聽聽聽 那就好 喝呀 喝就喝 反正我為了千古 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我也是 這可是強力瀉藥 你們可想好了啊 實話跟你們說吧 千古他早就知道你們在裝病了 他是在戲弄你們倆的 我 庫頭 千古 對不起 你們不用跟我道歉 你們的心意 我都已經知道了 那庫頭 你現在是不是有所抉擇了 历练很快就要结束了 千古 不要走 留在我的皇宫 做我的好好好不好 骨头 我现在已经是大学士了 我可以履行当时的诺言了 朗哥哥 东方 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很好 但我一直都把你们两个 当成是我的好哥哥 我很尊敬你们 但也仅止于此 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再纠缠了 我希望 你们能够尊重我的选择 师兄 上回千古为什么会突然走火入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小谷他中了洗髓散的暗算 幸亏我及时赶到 可是千古他 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长流山 谁敢算掌门弟子呢 我询问他 他却什么也不肯说 小谷努力地想要隐藏维护 我猜定然是他身边的朋友 你是说长流弟子当中 有人暗算花千古 千古之情却不愿意说 我猜是七杀殿的奸细 七杀殿的奸细 看来你是已经有怀疑的对象了 陆师兄 究竟又有何事 走得这么匆忙 接到师父急报 魔戒八月十五攻打各大门派 我们奉命前往太白支援 若去我们数国帮忙 您随时吩咐 好 东方 那些病人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还有骨头 这次出行一定要小心 打得过就要打 打不过咱就跑 明白吗 嗯 东方大哥 你帮我跟孟大哥说一下 因为时间太紧了 我来不及告别 我有机会再来看他 清水 我们赶快上路啊 各位告辞 告辞 告辞 我们走吧 告辞 皇上 大学士 这两天怎么没有见到千古他们啊 臣正要禀报此事呢 千古他们已经走了 什么 走了 怎么走了也没个人给我打上招呼啊 八月十五太白门有难 长留弟子前去帮忙 来不及面子 还请皇上海涵 哦 八月十五太白门长留弟子 这种好玩的事怎么能少得了我孟宣郎 再说了 我还要去保护我的千古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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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呻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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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这飞几只鸟 猴叫唤几声 就把你们吓坏了 闭嘴 刚才还是晴天 现在天突然间暗了 一定不挣扎 大家小心 跟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风漫天 你们两个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下山后 去往哪个方向 记住 一定要小心 我们山脚下湖边会合 好 十一师兄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出现那么多欺杀途众呢 八月十五 他们要攻打各门派 是不是要从各方 集结很多途众 但是很难说从哪儿集结过来 这么多途众 真让人担忧 你去四周看看 这个时候万不可大意 好的 洛师兄 不用了 小灯小烛才可以 火堆火把目标太大 容易引人注意 拿开吧 好 好 洛师兄 洛师兄 结界不是更容易 被别人发现吗 真要被人发现 自保最重要 现在我们见到 这么多欺杀的人 要不要回去告诉师父 和世尊儒尊他们 我就是在等 说风和霓漫天的消息 拜见护法 何事啊 正如护法所愿 洛师一这些人正在盘水河滩 而且他看到咱们的部队调动 想必他应该很快去长流报信 而咱们的部队此时正前往天山 你说 蜀山掌门花千谷 就在他们这个队里 是的 护法 那你猜 所以 拴天练会不会在他手上 护法 到时候咱们把他心给挖出来 不就知道了 去搬吧 收下遵命 职业 就按这个顺序 大家都抓紧休息 明天一早还要早起赶路的 是 快去吧 是 是 走 宁上飘 师兄 第一个时辰你就辛苦些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放心吧 老师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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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狗 没事吧 没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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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师兄 没事吧 师兄 师父 幸好说风和漫天你们俩及时赶回来 不然我清水 就要死在这无名无姓的河滩之上了 师父他真的布下了结界 如果是的话 七杀屠众怎么可能突破得了 大队屠众往哪里去了 回师父 他们走上了西北的战道 应该是往天山的方向去了 原来他们先闯天山 清水 你去发信给世尊 他必定会通知尹红渊掌门 尽快筹划 是 漫天 淑风 多亏你们两个 回去休息吧 师父你 我没事 千古医术好 他可以照顾我 十一师兄 您是有事要跟我说吗 千古 我们这对人里 必定有七杀的内应 解解破损 七杀突袭 这跟内应脱不了干系 十一师兄 偷袭我们的七杀屠众 我本想 他们闯入我和清水的帐篷 只是偶然 但如果真的有人 给他们引路的话 他们头一个就闯入了 我和清水的帐篷 那就是另有目的了 你说他们想 你想干什么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犯得着让七杀 把我们所有人都灭了吗 你难道不怕一击不成 我把你的身份告诉师父 可以啊 正好我有很多的事情 想告诉洛十一呢 密漫天 我可真替你悲哀呀 你说你想当坏人 杀不了花千古 想当好人了 连我都不敢解放 你说你堂堂彭莱少主 还能成什么事情啊 大家动作都快一点 我们还要赶路呢 十一师兄 这里一太白山 也就还有两天的路程了 我昨天晚上考虑了一夜 决定还是单独走 这 为什么呀 一个人多危险啊 不会 寿风说这里有很多小路 又兜又杂 既不好找也不好走 反倒没事 干脆我们一起走小路好了 难不成你贪生怕死 当当我们给七杀当把架 胡说八道 千古哪是这样的人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昨天晚上七杀来袭 我想他们最想抓的人 应该是我 所以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不想连累大家 说得还真是好听啊 你以为我们会怎么说呀 我们会说没关系 随便连累 反正都是同门 生死与共嘛 晚天 千古 你确定吗 明天晚上太白山下见 我保证不迟到 放心 好 书方 你认识路 你跟千古一起 互相有个照应 是 千古 我们太白山下等你 那我先走了 好啊 谢谢你啊 朔风 好 对不起啊 还要让你来陪我冒险 不用跟我说这些客气话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 这你就别问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很快就可以见分小了 那儿 你没看师父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吗 那正好你把我打引轰入 只要我不被发现 你的秘密就安安稳稳地在我口袋里 你还想干吗 花千古这么着急离开 我猜双天恋一定在他身上 双天恋可能在花千古身上 请立马追杀 收封 他果然是内奸 分头追 你们几个 分头去找 是 怎么了 还是秦山殿的内奸 你去谁 用你的手 借我的颂 跌入这温柔漩涡 千丈风波 万般蹉跎 经历都不曾变过 一世千般 地念成活 爱之意一错再错 一生之间 一生死生 分碎承诺 爱上你爱上了错 是没有你失了魂魄 可笑命运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造作 故事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步一没想 一步一伤心 一步一切难化作 飞蛾渴火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你承诺 爱上你爱上了错 是没有你失了魂魄 割下命运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 无处逃脱 不时不可说 是我不能说 相拥之沉默 别怪我懦弱 请不容你我身 忘忽你而活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你承诺 我才成了我 我才成了我 是不可说 我才成了我 我才成了我 感谢观看